各位参委大家好 那今天呢有机会来跟人家谈另外一个重器 青乾隆阳彩十八罗汉图双耳瓶 那么这个瓶子呢 在中汉2021年的春拍中间呢 出现给大家展示 这一物品呢应该说是一个重器 大家看到这个样子这个形质 大家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非常贵 那么在中汉这一次春拍中间呢 它其实也是属于是二号 一号呢是那个就是飞鸣 素食图大罐明永乐 那没有任何争议 对于他们而言两家拍卖行一起拍 如果有藏有没有看到那个瓶子的 那个罐的情况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节目 那么这个瓶子呢作为二号物品 确实是这个路分非常高 在这个中汉的油针拍卖 也就是那些残器 但是呢虽残油针 它仍然极其的珍贵 它确实是它是相当于是孤品 所以呢也没有说其他的比这个瓶子 可以说更好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个瓶子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底部啊 其实没有了 它的圈组还在 但它的底没有了 那么有可能呢是这个 当时被老外比如说是 带到海外之后呢 想做成一个灯 他们特别喜欢把中国这瓶子 做成一个实用件 那么呢做成一个灯之后呢 底下要打眼儿 打眼儿呢可能中国这个瓷器啊 挺硬的不太好打 那到最后呢可能就 就越打越难看 对不对 那干脆就把整个底就都给去掉了 那么呢这么漂亮一个瓷器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残器 那么这个瓶子呢 它没有什么就是相对而言 它的记录非常清楚 因为它之前在这个 似乎比2018年曾经拍过一次 当时拍的时候 我过来会给大家展示它的成交价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中汉拍卖呢 它的估价是800万到1200万 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瓶子如果是全品的话 那当然这个价格是远远在这个之上 可能得要翻个很多倍 这个800万到1200万这个价格呢 应该说呢 这个价格呢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但是呢这个瓶子呢 就是在这个拍卖之前啊就撤拍了啊 就是说之前这个中汉的老板 其实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直播的节目里啊 和这个瓷器部门的负责人呢 一起来为大家介绍这一个瓶子 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可能要将近有40分钟啊 比那个飞鸣素食图时间还长 来介绍这个瓶子 但是呢在最后拍卖之前呢 它被撤拍了 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奇怪的一个 也可能是很多藏友就是不能理解的 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您还没有拍 您怎么知道它拍的好还是不好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撤拍呢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里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相信呢很多藏友呢 就是我觉得去关注我这个频道呢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中间呢我会相对而言 用一些真实的这些案例 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拍卖行的一些操作 那本身呢也并不涉及说 这个拍卖行呢做的好或者不好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生意 它作为那么一个服务机构 一个平台 那么这很正常啊 所以呢在这里呢 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一个重器 那么这一个重器呢 大家可以首先看到这个 咱们一段一段看啊 大家可以首先看到这个瓶子的上半部分 这是松石绿地 对不对 然后呢它是扎道 有这个卷草纹的 那这里没有展示出来 过一会儿的那个高清的照片 会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同样的这个杨彩 绘画着巴洛克风格的这个蝉织连 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呢 就是这个 樊红柚呢 这一段呢里面的画了 这个五彩祥云和这个蝙蝠 那么在这个莲花 这个西方莲的这个中间的花心的这部分呢 它是有一个团寿的寿子在那边 所以呢它是一个福寿 福寿文的 这么一个通景十八罗汉图 此外呢有双龙耳和撇口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十八罗汉图的这个路份和这个级别 就是相当的高 而且它的绘画极其精美 整体的这个彩的这个表现啊 大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 就是到了这个乾隆时期 到唐英的这一个阶段呢 可以基本上不输给这个纸本 或者捐本的中国传统绘画 在瓷器上是终于因为这个技术的革新啊 这个材料等各方面 可以把这个中国的绘画 人物化 山水化 能够表达出来 而且是一种相对比较有立体感的 还融入进了西方绘画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方式 那么绘制于在这么一个瓶子上 那么这个瓶子呢 应该说呢 它有可能当时做的时候呢 是一对 因为我们喜欢是一对一对瓶子 那么目前可能只看到这一个啊 另一个的情况不了解 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另外一个 因为即便是慈母的话 对不对 之前在这个就是故宫里有一个 但后来呢在美国这个拍卖行里呢 也出来一个啊 所以这一个瓶子呢 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子之前的这个 在苏福比的这个拍卖 他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呢 在苏福比啊 Important Chinese Art 那么中间拍过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残器了 所以呢这个最后呢 它的成交价呢 就是是65万7000英镑 在那个苏福比伦敦拍卖的 作为一个残器 它当时的估价 大家看到只有10万到20万英镑啊 这些物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一次在这个中汉 那么出现的话呢 它的估价是800万到1200万 应该说这个价格呢 是非常的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因为毕竟这个拍卖行 它还有自己的这个佣金在里面 对不对 它如果叠加上去的话 如果它卖800万的话呢 那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 呃不赚钱的 对吧 呃另外呢 就就以这样一个瓶子 因为如果它的身体上啊 比如说是有裂啊 或者各方面 这个绘画呃 本身比如说出现了严重的 这个修补的话呢 那么应该说它的价值会下降很多 但是呢 这种瓶子呢 呃因为它缺损的是 它这个底部啊 这当然也很重要 因为它上面有大清乾隆年制六个字 那么这个没有了 这个松石松石绿柚的这个底上的 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没有了 那么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大家是冲着这幅画去的 也就是说呃 不是因为这个瓷器做的怎么样 而是因为上面这个画的话呢 它这个画呢 还真的就没有这个就是问题啊 而且包括它这个两个双龙耳啊 也没有问题 所以总体而言呢 就那么一个瓶子放在那呢 瓶相呢 看起来还不错 那么因为没有了这个底之后呢 它这个东西看起来呢 就有点像一个通透的一个 这么一个望远镜的这么一个一个状态了啊 但也确实是大打折扣 所以它的价格呢 就变成了是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 如果它是全品的话 它有那个底的话 那么恐怕这一个物品的价格 可能能够到六千万到八千万人民币啊 我个人的这个感觉 它不会输给任何乾隆阳彩的这个这一类的瓶子啊 相对而言就差不多同类型的瓶子啊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绘画 它的绘画中间最出彩的 其实就是这个通景十八罗汉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绘画有多精致啊 那么原则上讲 这个十八罗汉呢 这当然是外来的 这个这个 呃 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 是民间呢 是流传的是十六罗汉啊 到宋代的时候呢 民间就开始说十八罗汉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 就是相对比较喜欢八这个数字啊 所以十六呢 显得有点 对不对 那么如果十八了呢 就看起来 感觉起来就更加上口 那么就十八罗汉 那么作为这个十八罗汉呢 乾隆皇帝他自己呢 呃 非常的这个信奉藏传的 这个佛教啊 那么所以他对这个罗汉呢 也非常的这个呃 崇拜啊 他自己呢 就相对而言 也叫他宫里的这些宫廷画师呢 也画了很多这个罗汉图 那么尤其是他自己 就是这一位罗汉啊 他清定了两位 就他自己去定义了 根据他的这个研究 一位是降龙尊者 一位是腐虎尊者 那么降龙罗汉和腐虎罗汉 呃 凑成十八位罗汉 那么这一会呢 就是这个腐虎尊者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绘画 这个感觉 那么像这种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呃 相对而言不是汉人的这个 因为这个佛教是外来进来的 那么呢 但是随着时间了之后呢 也都本土化了 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就是呃 这个形象 那么慢慢的被汉人的形象呢 所替代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 但是呢 还是大家能看出这个影子吧 这个这个开脸啊 跟汉人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老虎呢 也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呃 大家经常看到 比如说在康熙的这个碗 康熙的瓶子啊 等各种的 凡是看到有这个老虎形象的呢 看着他其实都像一个猫 啊 他是不是照着这个猫 把他画的大了一点 然后画成了这个老虎的样子 挺有意思 挺有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山石的画法等等啊 他其实是有一定的立体的 这种这种这种表现啊 在里面 那么整体呢 是一个非常精致的 这么一个绘画 那么我们可以再接着看 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他这个尊者 那么呃 包括这个用彩 都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 这个彩绘 那么包括其他的啊 整个18个罗汉的这个 这个 人物 绘画 山石 包括这个场景 啊 的表现 啊 那么这里这一位呢 就是 呃 降龙罗汉 我们看 有一条龙在 那里 那这里呢 没有 没有给大家 展示 过一会儿会 其他的图片里 会有一条 有一个全景的图片 给大家展示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两个视频 过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来展现 这两个 呃 这个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器物就是在光玉影的情况下的表现 啊 那么这一个呢 是呃 其实最重要当然是这个通景的这个十八罗汉图了 那么在乾隆的这个所有的之类这种预制的瓷器里呢 这是属于是绘画相当精美的这种宫廷的这种绘画表现在这个瓷器上了 那么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说是这种山水啊 亭锅呀等等啊 那么这种人物的啊 尤其是这种以罗汉的这形式出现的 那这个路份就是相对是啊 是最高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他相类似的这类的这个瓷子呢 比如说啊 中汉查了相当多的资料 比如说这是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清宫就藏 那么阳彩开光十八罗汉图胆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这个类似这个题材的这个物品 这绘画也确实是非常漂亮 这个阳彩啊表现出像这种法郎彩的这种表现 画在这种铜胎法郎器上面的这个这个彩绘的表现 有一种立体感的表现出现 它也融融收容了这个西方绘画的一些技法 包括这种立体的这种呈现层次感等等各方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相类似的一个瓶子呢 在这里看到的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那么这个瓶子是不是跟这个 这一次中汉就是要拍卖的这个瓶子非常相似呢 大家看他的这个名字啊 如果全名的话叫清乾隆 松石绿地 鸭道阳彩 浮寿文 通景 山水 亭锅图 繁红 描金 双龙 耳 如意 撇口瓶 这个这个名字确实够长 我不知道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 他们怎么翻译这个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 Family Rose The Imperial 的一个Vase 然后就完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蚕之莲 那么这个 这个西方联的中间 有那么一个 团寿文 对不对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包括上面的这一段 就是这个蝙蝠和五彩祥云 在这个 繁红柚上面 两边呢 是这个 两个双龙耳 包括这个 整体的这个 颈部和下面的 这个 颈部的这个 表现 那么中间 这个通景的 这绘画呢 明显就是 这个两个瓶子呢 是同样形制的 应该可能也是 差不多 时期烧灶的 那么当时烧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不同的 类型的绘画呢 做了不同的 这个瓶子 应该都是 成对出现啊 那么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 香港苏富比 曾经拍过 那么 这样一个瓶子 清乾隆 粉红帝 亚道 杨彩 福寿文 通景山水亭锅图 繁红苗金 双龙耳 如意撇口瓶 一对 他这里是一对 那么这个一对 大家可以看到 他形制是一样的 2010年当时拍了 是9922万港币 但是是一对 那么这是十年以前 那么也就是估算 十年以前的话 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相对而言 也要5000万港币了 当然一对的 这个价值要远 高于这个一个 因为他更加稀有 对不对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这个绘画的话呢 其实是不如 这个中汉要拍的 这一个十八罗汉图的 这个人物的这个路份呢 明显要高于这个 山水亭锅的这个绘画 那么大家可以看 咱看到在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 全景的一个图 因为这个图呢 是很长啊 所以我手机的话呢 只能是这样展示了 那么非常不好意思 那各位藏友呢 如果大家都是用 手机来看的话呢 我估计呢 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是在电脑上看的 那只能麻烦就是 只脑袋旋转90度了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画呢 实在太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呢 就是大家更加精细 可以看到中间这个绘画啊 因为他把它给摊平了嘛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阳彩 这个表现啊 这个绘画啊 确实是这个 因为这个材料啊 一下子这个爆炸 那么使得我们可以把 这个就是宫廷的人物化呀 就表现在这个瓷器上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降龙罗汉 包括前面的俘虎罗汉 这个他们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眼神 整个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尊者呀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这个五官啊 轮廓各方面 不太像汉人 对不对 包括我 我当时在就是 在德国很早时期读书的时候 大学里呢 就是也有这个 就是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的 这个就是同学嘛 那么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同学 我就是 我看到他就是 因为他很早就 就就脱发了 那么头上没有头发 那么有一次呢 就是他离我远远的 走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光啊 正好照在他的这个脑门上 当时我那一刹那间 我一种感觉就是 哎 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 可能是我眼镜没擦干净啊 就突然出现了一个 一个光圈 就在那个头 头上这一块 我当时觉得 哦 这会不会是 那种就是兽星啊 或者说是这个 罗汉的这个 这种感觉 是不是从这来的 我后来我还跟我这个 就是朋友 我还跟说过一次啊 他 他 他觉得我这个说法 很很有意思啊 那么 但是呢 大家从这个开脸啊 就各方面啊 应该还是可以 就是大概感觉出来 就是 虽然说已经汉化了 就是这个汉人的这个形象 已经融入了这个 十八罗汉里面了 但是我相信 他原来的这个 这个情况 那么 可能是 能 还是能看出一些线索 在这个里面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他的这些 这个罗汉 的神态 这个神态 动作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旁边的树 山石 等各方面的这个绘画 所以说这个瓷器 其实上 其实上讲是 大家是去 看的是一幅画 对不对 并不是说 自己这个瓷器 这个瓷器做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上面这幅画 那么这也确实是 乾隆皇帝呢 他自己特别喜欢 那么这一类的题材 所以说呢 做了这么一个瓶子 可想这个路份有多高 可惜呢 他那个底啊 就没有了 那么 我们看到这一个瓶子呢 2021年呢 这个是中汉 春拍 那么花了这么大力气 去介绍 做这个预展 那么最后呢 在这拍卖之前呢 就是撤拍了 那么撤拍呢 这其实呢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对于一家拍卖行而言啊 其实这是真的 也是挺难那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正如他们老板 自己说的 就是拍卖行呢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服务业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 一个中介 这个性质 那么呢 人家呢 送来一个 这么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 大家看到 就是苏福比 当时拍了76万英镑 那么呢 这基本上 就是他的本钱 那么 这家拍卖行 收到了这个 就是卖家 就是这么一个物品 去拍 那么 这个拍卖行呢 需要去想尽任何办法 就是去 把它背后的 这个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 各方面都能挖掘出来 同时呢 就是要做预展 尤其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去介绍 给那些重要的那些客户 能够吸引起 他们的注意 能够让他们来看 来预展来看 能够重视到 这可不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器物 一个极其重要的器物 那么 很多的各方面的 包括预展的安排啊 等等 都要在这个拍卖之前 尽量的去能够 做到尽善尽美 把这件事情呢 能够推出去 但是呢 我要说什么呢 就是 在拍卖之前 其实对于拍卖行而言 他们自己 其实也非常了解 就是说 有多少真正的 这个严肃的 这个买家 曾经去问他们 询问这一物品 有多少重要的买家 是付了这个押金 说要去买这个物品 有多少重要的一些 买家或者机构 他们的心理价位 他们能够出到 这个什么价格 那其实对于拍卖行而言呢 也是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因为 包括我所熟悉的 这些拍卖行 当他们在预展的时候啊 或者说在网上 就是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收到 大量的电话 邮件 要高清照片 要问这个 condition report 对不对 包括要问他的这个 出处 之前的这个 拍卖记录 等等 各方面 所以他们要回复 大量的邮件 那么像遇到 这种重器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 一般的这个买家 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去买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物品的价格 应该在上千万以上 那么会去买 他的这个买家呢 数量其实就不会是 特别多了 那么对于这个拍卖行而言呢 他用尽他的权力 去能够把这个物品 能够推向市场 推到那些重要的客户手里 在这个拍卖的时候 并不是说 就是我们就碰运气 然后呢 这个物品呢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于一般的物品呢 没有关系 但是呢 像对于这样的重器而言呢 我相信对于这个 卖家而言 就是把这个瓶子 放给拍卖行 卖的这个卖家而言呢 他还是比较 在意这件事情的 就是如果一个瓶子 出现流拍的情况的话呢 作为这么一个拍卖记录 在这个器物上的话呢 那么可能呢 就对这个器物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不对 所以我的个人理解呢 就是对于中号而言呢 撤拍呢 是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呢 是他们意识到 可能这一次拍卖 或者说是因为呢 这个物品没有底 就作为一个残器 按照之前的大量的这个工作 收集到的情况而言 觉得呢 可能这个物品呢 真正负押金要去拍它的人 可能不多 或者呢 就是至少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 那么呢 他们在最终拍卖之前 这个物品呢 撤拍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如果有重要的这个买家 跟这个拍卖行说 这个瓶子我要了 我出一个价 你拍卖行去和这个卖家联系 只要这个卖家同意接受我抱的这个价 那么我们就私下完成交易了 这个物品呢 就不必拍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经常发生的 就像我之前 我在这个拍卖的这个 拍卖行的这个节目里啊 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物品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想避免 就是说在拍卖的时候 因为各种不确定性啊 最终使得这个物品的价格呢 就变得非常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不如干脆直接联系着拍卖行 就表示这个物品呢 我想提前给它截下来 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相对而言 我只要出一个 我自己能出得起的 我满意的价格 这个卖家也满意 拍卖行也满意 那么这件事呢 是不是我们就私下就达成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拍卖行而言呢 呃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保障 那么因为对他而言 他觉得就是 完成了这一笔生意 买家卖家拍卖行都满意 这件事呢就行了 如果真的拍卖的话 其实大家都谁都说不清 最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拍卖行而言 也是保护这个卖家的这个利益的这么一个做法 啊 因为这个物品呢 相对而言 他有之前的这个斯福比的这个拍卖记录 2018年 这个价格已经放在那边了 啊 所以说呢 这个物品并没有说所谓的有什么降价的空间 它的这个估价 800万到1200万 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比较公平的这么一个 一个价格 那么呃 如果说是因为没有人去呃 付押金要去卖这个东西的话呢 那么拍卖行可能第一时间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撤拍 或者呢 干脆就是已经有重要的买家私下里接洽 然后把它拿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瓶子呢 就等于是线下卖掉了 那么可能有很多就是想买这个瓶子的朋友 啊 一些重要买家 他们之前呢 没有就是呃 没有表现出来啊 那么 准备着拍卖的时候呢 再去买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拍卖行也会去提前会去联系这些 这些买家啊 综合的就是达成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这么一个共识 因为毕竟像这样的这个重器呢 呃 不太可能说是去碰运气啊 整个拍卖的这个过程一般是在一个比较有把握的 保护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去达成 因为毕竟这个都是私人财产 达到上千万的这个级别 啊 那么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瓶子出现在了 呃 中汉的 邮贞的这个拍卖的这个封面 作为如此重要的一个拍瓶 但是呢 呃 他在拍卖之前呢 就被撤拍了 那么在这一次中汉的这个春拍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号呢是这个飞鸣 鸣永乐的青花飞鸣 呃 速食图大观 那么其实二号呢 就是就是这一个清乾隆十八罗汉图 啊 那么一个阳彩的瓶子 呃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物品 那么相比而言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拍卖呢 虽然说啊 就是他被撤拍 我们也并不了解他最后的这个 后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呢 大家可以同比于比如说之前苏福比的啊 香港苏福比的这个拍卖 大家不知道是否还记得之前我曾经做过 这个香港苏福比春拍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出现了两个物品是之前 这一个 包括这一个 青雍正青花 缠织连 扶手 尔长颈 连口瓶 是从美国的小拍上 被买家买下来之后 火速送往这个 香港苏福比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青乾隆的一个 法郎彩 那么一个小酒壶 是从英国的小拍上拿到之后 火速送往这个 香港苏福比 但是苏福比是怎么操作的呢 苏福比就是 这两个物品呢 都流拍了 都流拍了 那么对于这两个物品而言呢 可能 这个是 就是不同的藏友 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就是有些朋友呢 可能觉得 那这个物品既然是送给苏福比 那既然是流拍了 那就是流拍了 对不对 那可能也有一些藏友会觉得 这样的物品流拍了 似乎给这个物品 就是有一层阴影 就是这个物品之前的拍卖记录呢 就是曾经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曾经拍过 他流拍了 也就让大家感觉呢 好像这个物品呢 就不值那个钱 对不对 就觉得好像这个物品呢 也许可能还要再放几年 就是并不是说 这个物品那么抢手 就是他既然是没有人要 而且其实他给的这个估价呢 也是完全的 已经考虑了之前 英国小拍 包括这一个青花的 这一个联口瓶 在美国小拍 的成交价的这个情况 他并没有说是翻倍 或等等等等 那么他是干脆就是流拍了 也就是连起拍价 都没有人叫 就流拍了 那么对于这个物品而言呢 相对而言呢 是否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那么我觉得呢 大家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意见 那么至少呢 就是说在这个北京中汉 这个中汉老板的这个处理方法呢 虽然我们很期待 说这一个瓶子 最终在这个拍卖 现场 大家可以看 他最终能够拍到 有什么价 但是呢 最终呢 他被撤拍 至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呢 一定是出于保护这个卖家 在买家和卖家之间 达成一个互相满意的 这么一个结果的基础上 最终呢 做出的这么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展现的 这么一个瓶子的情况 应该说呢 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这一次中汉的这个春拍 物品呢 相对而言 这个应该说是路份 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 第一个这个 飞鸣素食图呢 是两家拍卖行一起拍 第二号 二号拍品呢 是 在拍卖之前被撤拍 但是呢 他还有其他的 很重要的这个物品 在他油帧的这个板块里 还有这个 圆青花大罐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那么之后呢 在其他的 稍后的节目里呢 陆续给大家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 一段这个 我朋友上手的这个视频 那么 大家安安静静的看一看 这个物品 青乾隆阳彩 十八罗汉图 撇狗平的情况 享受一下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视觉的震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